这个山族的果皮有医疗作用吗? 在有的马来民间,他们会拿这种山族的果皮来治病。 到底山族的果皮可以治疗什么病呢? 首先,我会教你如何自己应用山族的果皮来治病。 准备3粒的山族,必须要熟透的,然后把里面的肉剥开来吃。 然后剩下的皮拿来挖出来,放在果汁机里面。 然后再倒大概1L的水,来开垫来搅拌。 这个就是干的山族的果皮,也是一样可以拿来应用。 它的煮的方法是,大概3碗水煮到1碗水。 来慢火,水煮半个小时到45分钟。 那样,你可以看到已经滚了的这个山族,拿来放火自己里面,搅出来的渣。 它上面的窝那边是黄黄的,就是普普色色的丹铃。 这个已经煮了大概半个小时以上,到45分钟。 然后把窝上面的渣拿掉,因为上面的渣是苦的。 然后再加一些蜂蜜下去,拿来喝。 就这样简单,用这种方式。 你也可以拿它的渣,放一块布,来过滤,让它不要有渣。 这种方法持续不断,喝一个月。 加上饮食的控制,不要吃油炸的食物。 一般上,胆固醇和血压都会降低。 这就是山族的果皮。 刚才水煮给你们看的,是什么味道呢? 它的味道非常的苦涩。 在印尼,他们多数是来加蜂蜜液,混合一起,拿来喝。 让它的味道没有这样难喝。 这种呢,非常适合给,要减肥,有高胆固醇,高血压的人, 还是有糖尿病的人喝。 最近我妈妈遇到,有一位印尼人,她叫我妈妈去找, 两粒的山族,她说,不管多少钱,你帮我买下来。 然后我妈妈说,为什么只买两粒呢? 她说,这两粒呢,是要拿来治疗大井炮的。 山族的果皮,虽然有很多医疗作用, 但是,它不适合给脾胃虚寒者,肾脏不好的人, 皮肤敏感的人,和肠胃消化不好的人,使用。 西线的观赏,新马逍遥自然一些,拜拜。 毫无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